来,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本期大观众,好久不见团长 看看杂技,教授,拥兵,古董 难打哦 古董伤,大教授 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教授杂技嘛,我觉得也没什么用 6,6不动 修 不过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不应该跟这个拥兵 他可能想要控这边的机子 因为这个是中场嘛 他可能是有要控场的一个意思 才会在这边跟拥兵纠结的 因为我们之前看过一次 博士在这个圆形的地方去追一个昆虫 真的绕了十几圈吧 没有十几圈,应该五六圈有 十几圈有点夸张 这就跟你干绕啊 因为你的这个冲刺是直线 我这边是个弧线 傭兵三个护币全部交完 直接传送 前期这边的话耗了 傭兵三个护币 如果是其他监管者呢 可能我觉得不可以 但一个博士 博士对于傭兵的护币 我觉得是不太在意的 你交护币我交冲刺 对吧 一样的 这边一个中刀 火球 他主要现在没有勇动状态 我怎么感觉打着打着 好像节奏 博士不是特别好啊 第一波击倒已经1分40秒了 那我这把要看好求生者了 本来其实这刀阵容 我觉得博士是打不输的 因为这些穷者呢 感觉不太能够牵制起博士 但第一波在傭兵这边 花的时间真的有点多了 真的有点多了 这刀阵容修机速度 也不是那种特别慢的 就一个修机雷弱的 又一个修机有debuff的 这里的话 涌动状态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古董商这边也知道 对吧 我交棍子在你面前 一点又没有的 怎么办呢 就跟你绕 哎 很正确 对吧 我觉得穷者可以通过牵制 去把局面打开 对咯 板子拍掉 继续绕 哎 就这个点 这个点其实挺好的 这个点真挺好的 这个跳 没跳到 飞轮躲掉刀 好的 然后这边 再一跳走 nice 犀利啊 一个重机 重机倒地 无所谓 我第一次倒地 外面的密码 接我们来算一算 中场这边 用兵这台机子 已经修到了 百分之八十多 用兵 顶壳 抽到刀 主要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没有一个 击倒就直接淘汰 他没有一个突破点 球者这边的话 甚至中间 这台机子都可以不要 外面重新修一台都可以 因为他们有的是人力 有的是时间 博士 上线是个平局吧 我觉得这把博士 很难挡 这把的话 球者这个牵制真的做得蛮好的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古董商这边 带一个牵制 就他没有想要去干嘛呢 想要去卡着你提刀 那个 就是结束的这个时间点 去用一棍子把你打出一个 对吧 那个打强的效果什么的 他就是 我就不跟你正面对抗嘛 我就选择 最稳的 跟你绕 飞轮啊 棍子啊 全部用来拉开 这就挺好 对不对 这边的话 密码机子已经压好了 博士这边针对教授打 佣兵那边起来 直接翻箱子 密码机点亮 教授的话 这边是个二岛 佣兵这边的话 一根魔术棒 他甚至待会儿 可以去把这要兵 把这个教授给摸起来 这边古董商点门 博士手里没有传送 等到博士到 看见了 这边的佣兵 一个冲刺 过来 佣兵 这分身放的有点慌啊 教授这边 应该是要被淘汰了 那边的话 两个人走 跳地窖 三跑 对吧 这把全惹真的 我觉得 佣兵 还有古董商 完美的利用了 一个优质的地形 牵制起了博士 好 一个优质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